這個 才在機場跟家人緊緊擁抱 台灣柔道男神楊詠偉 帥氣徵戰202480奧運 雖然可惜吞下敗仗 直部八強 但是台灣的粉絲 還是相當暖心 紛紛為他加油打氣 不過有些人 卻開了超難笑地獄梗 在社區平台發文 楊詠偉沒有勇 直接變楊偉 玩個文字遊戲而已 我愛台灣隊 惹毛支持台灣隊的民眾 灌爆留言怒罵没水准 这位po文者居然是知名编剧 编剧冯伯利的舞台作品 曾经四度获得台北文学奖 还有由邱泽主演的电影《江湖无南市》 也是出自冯伯利之首 更是拿下台北电影节最佳编剧 只是这篇杨勇伟贴文不恰当被言上 也让他po文两天后道歉 说自己非常瞎 难笑就是难笑对不起 但网友还是不买单 另外这位公众人物也遭言上 喜剧演员百灵谷发文 说看到杨勇伟哭很心疼 但却打错名字 还被揪出杨勇伟今年没哭 是上一次东京奥运才有哭 挨皮不做功课也不尊重 终于站上赛场发光发热 谢谢你们带来每一刻 振奋人心的感动 那都会成为台湾继续 无畏前进的力量 但政府总统有录制影片 替奥运选手加油 带来暖心之举 只希望台湾选手 能够带来好消息 平安归国 TVBS旋律 云正与委员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